总理杜鲁多第二次出席外国干预调查公开聆讯 并且接受各方交叉盘问 他透露有保守党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 涉嫌参与外国干预活动 保守党党魁博丽志就评击杜鲁多 涅造方言 何家碧的报道 外国干预调查公开聆讯进入尾声 总理杜鲁多今天再次回到证人席位 就一系列涉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 外国政府干预活动 以及联邦政府采取的应对和反制措施 接受各方交叉盘问 在谈及当前面临的外国干预威胁时 杜鲁多措持谨慎的透露 有机密情报显示 联邦保守党党内存在受到外国干预影响 甚至参与外国干预的高风险人物 但是问题是在安全情报局接触联邦保守党党魁博麗治之后 博麗治拒绝阅读相关机密情报的机会 不接受保密协议 杜鲁多批评 博麗治将国家安全 和保守党自身的利益 置于危险之中 博麗治今天下午 立刻发声明 指杜鲁多完全有机会提前警告 他保守党内存在危险人物 但是就简在一个公开聆讯上 透露这个爆炸性新闻 评击杜鲁多在製造话题和虚假指控 要求杜鲁多立刻公布这个名单 另外杜鲁多今天也再次评击 匿名向媒体泄露政府 或者情报部门机密的问题 并且提到前中国外交官赵毅 被驱逐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在媒体全面曝光之下 本国认为赵毅已经无法进行 任何两国之间的外交工作 要求中国将他调走 做到拒绝之后 才决定将赵毅驱逐